我们曾经报导作家黄春明先前在一个演讲场合 开口骂了在台下抗议的陈大副教授蒋维文 结果被对方控告公然侮辱 而台南地方法院判黄春明罚金一万元缓刑两年 不过依法公然侮辱罪最高只能够罚九千元 这项判决又引来外界批评根本是错误判决 不过台南地方法院回应说 因为黄春明在当场是骂了两次 所以法官采取一罪一罚 只是没有写清楚是合并执行才会遭到误解 黄春明本人则说 他实在不想再谈论这件事 也不想再上法院面对蒋维文了 作家黄春明遭到陈大台文所副教授蒋维文 控告公然侮辱 台南地院判决黄春明处以罚金一万元缓刑两年 不过外界却质疑刑法上的公然侮辱罪 最高只能罚九千元 法官根本是判决错误 台南地院则解释 双方发生冲突时 黄春明是骂了两次 依照一罪一罚各罚六千元 合并执行才会判处罚金一万元 因为法官疏忽在主文上没有明确载明引起争议 台南地院表示这起案件本人或检察官都可以再上诉进行救济 这起案件是源自于去年黄春明参加研讨会时蒋维文对黄春明讲述的内容有意见 用海报大声表达抗议 黄春明因为气不过而大骂蒋维文 因为言语争执 作家黄春明赤上官司 尽管最后判决出现争议 但黄春明表示也不想再上诉 只想恢复正常生活 不过检方已经决定提出上诉 到时二审开庭 黄春明恐怕还是免不了被传唤 得继续奔波法庭 记者最后报道